嘿 你好 今天分享给大家的这一篇文章呢 叫做爱情不该太累 看过这样一段台词是说 为什么很棒的人 总是会选错交往的对象呢 那是因为他以为 自己只配得上这样的人 我相信很多时候 在一段感情里 女生宁愿拖着 宁愿累着 也不太愿意选择分手 也许是不甘心就这么分手了 也许是不想离开眼前这个人 不是他有多么的好 而是不愿意再去重新认识一个人 而是不愿意去更改自己的习惯 可是一段真正的感情 需要的是 他怎么越看越可爱 而不是他怎么变成了 现在这个样子 如果在恋爱中 你经常会闪锅 和他在一起好恋爱的念头 也许这段感情 早就变得千疮百孔了 昨天还看到了这样一句台词是 一个好的妻子 是由自己的丈夫宠出来的 其实我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自己想了很多 这个宠是怎么宠呢 后来又觉得 爱情双方不管谁宠谁 总是要有一个相互的阶段吧 如果一方只是在意味着不出 另一方没有回报 可能真的会很累吧 我的好朋友和初恋在一起 长达五年之后 分手了 没过多久 他们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交情不怎么深的朋友 都特别羡慕他们 觉得这两个人都冲散了这么久 他们还能重新前缘 简直是太不可思议了 但是只有我知道 好友每次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 开心的次数并不是很多 他跟我讲起 他们和好扣第一次看的一场电影 他的初恋 在电影开始的前十分钟 就收到了那个 所谓的兄弟发来的一份信息 说让他去救酒场 而他的男友 虽然说嘴巴上说着 没事陪你重要 这种事情我才不去呢 其实心早就飞过去了 看了没一会儿 他的男朋友问他说 我可不可以过去啊 哪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 好友只能憋着问气让他去了 好友说 那天他们看的是天气之子 在场的全是情侣 动情的地方 男孩子通通都搂住自己身边 被感动得泪眼朦胧的女朋友 而好友只能自己 默默地从自己的包里 抽出纸巾 擦掉那些 不知道是被剧情感动 还是委屈得不行的眼泪 好友说 他的初恋呢 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 而好友呢 又是一个感性大于理性的人 他的初恋男朋友 经常叫调他 这样不行 那样不对 后来他们一地恋了以后 视频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好朋友不敢贸然去打扰 而他的男朋友也不顾主动 其实 我这个好朋友呢 只是希望 在自己疲惫的时候 难过的时候 有一个能帮保他的人 而不是跟他讲道理 甚至说他不对 好友说分手那天 他其实很难过 但是他真的好累 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最后他们结束了这段关系 听到这儿 正在收听的你 觉得可惜吗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惜的吧 能够重新在一起 是一件庆幸的事情 但是相处得太累的关系 还是算了吧 所谓破镜重圆 可是破了的镜子 他始终是有一条裂缝的呀 举个例子吧 你想让他跟你换情绿头像 他觉得幼稚 你想在节目的时候 收到他的礼物 他会觉得无趣 你想跟他聊他的时候 他又觉得 哪有这么多话说呀 总之 一次一次的失望 一次一次的人为的 所谓的感情设定实现 让你默默地 改了很多次自己的底线 而却看不到他的改变 想一下 如果一段感情里 你开心的时候 远远还不如单身的时候 那谈恋爱有什么意思啊 每个人的恋爱 都会有一个原因 要么找一个旗鼓相当 认真爱自己的人 要么找一个 磕磕碍碍 满眼都是自己的人 他愿意跟你 奔赴一个更好的未来 也愿意跟你 一起走过山川湖海 如果说 你的这个男朋友 或者是你的这个女朋友 给不了你时间 给不了你陪伴 给不了你物质 最后连关心和爱 也是委屈求全的 不想给你 那你们在一起干嘛呀 委屈求全 未感疲倦感情有问题 爱情也不会是你生命的全部 假如不能维持开心的话 就好好道别吧 去寻找你自己想要的生活 善良的总会遇到善良的 不好的也会遇到不好的 但是肯定会遇见一个 愿意为你掏心掏肺 跟你过日子的人 我相信 正在收听的你 一定可以找到一个 喜欢你 对你好的人 因为你是值得的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再会 期待收到你的来稿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